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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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吹吹吹吹吹… 嗨 大家好 我是袁喜泉 这里是苏香季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电视版 最新的电视版 终于开播了 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电视版的评语 不是那么的理想 不是那么的好 当然我们不谈 这部电视剧拍得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不去谈 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这一部作品 《笑傲江湖》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最唯一人熟悉的 我想应该就是 《射雕三部曲》 《射雕英雄传》的三部曲 然后接着就是 《天龙八部》 《鹿顶记》 还有这一套 这一部 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的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它写的就是江湖 对啊 就是江湖 江湖中是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人性 而《笑傲江湖》 就是将这些人性 披露出来 就不管这个是人性的 真假 善恶 眉丑 它都包罗其中 有人说 这一部《笑傲江湖》 它是一本成人的寓言小说 它在这个故事里面 的每一个角色 它都是一个 矛盾体 都充满了矛盾的 每一个人的性格 这些英雄豪杰 他们在这个江湖里面 行走 争名夺利 然后在他们风光的背后 其实充满着这个鲜血 当然 灵力不是垂手可得 所以他们还会 靠着这些权谋 武力 甚至是阴险 虚伪等等 这些去获取的 就好像书中的人物 屈阳和这个刘正锋 他们想要笑傲江湖 但是他们却逃不开这个江湖 就算他们想要退出这个江湖 但是却身不由己 因为想要真正的笑傲江湖 只有你先成为强者 至少要在这个新风学瑜 新风学瑜里面 可以全身而退 所以令狐冲他是幸运的 因为最后他得以全身而退 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我开始读这个笑傲江湖的时候 我还以为那个主角是林平之 结果他读了老半天 那才发觉原来主角是令有其人 而令平之他在后期 反而还成了这个反态 笑傲江湖成功的缩造了很多 很有特性的武功 以及这个人物 比如破镜这个天下武学的独孤九剑 还有就是你要练这一个 就必须先挥刀志功的葵花宝典 还有就是少林的绝顶武学 易晶晶等等 这些都我们都很熟悉 独孤九剑 葵花宝典 易晶晶这些 然后不只是在这个笑傲江湖里面 也可以看到 甚至在很多很多的港湾 也有出现了这一些武功 在人物方面 东方不败啊 任我行 着冷禅 岳不群等等 这些人都很有独特的个性 你只要一讲到这些人物 你看过这本书 你一讲到这些人物 你就会很自然的浮现 他们的这个形象 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个形象浮现 OK 说回这个令狐冲 令狐冲是一个具有独特 一个独立性格的人物 他很放浪不羁 然后无拘无束 他对于这个自由的追求 是非常的执着 对于令狐冲来说 他自我的认同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些放浪不羁 就是他释放天性的表现 无拘无束 是他的这个追求自由的这个本色 和金庸其他小说的人物都一样 令狐冲也是一个为人 重情重义 狭肝义胆 的人物 但是他在他的这个路上 他整部小说 他也是有做出一些比较过火的事情 比如他喜欢喝酒 他赌钱 然后在门派里面 他这个不管 那个也不理 就是很自意放纵自己 然后对自己的欲望 也没有就是去加以的阅书 但是也是因为他这样子的性格 所以他交了很多朋友 他不管那个人是正义知识 或者是邪教中人 所以只要他自己喜欢 他看得上眼的话 他都可以和他交朋友 令狐冲他虽然在《肖江湖》里面是一个主角 但是他的一生就都是被被被被动的 他是被这个整个时事推动着走 令狐冲他坚定的就是他要追求自我解放 他一生就是他坚定的这个 就是追求着自我的解放 要自由 不过在书中我们看到他有过迷惘 有过鱿鱼 也有过放纵 也有过脆弱 但是他没有偏行 就是他没有走外 他都是忠于他自己的理想 他对于他自己所认同的 他不会背叛 也许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在这个江湖里面全身而推了最后 金庸他在《肖傲江湖》的后继 有对令狐冲的一个概括 他实际上写 他写 他是说令狐冲他不是大侠 他是像这个陶渊明那样 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一个隐私 说回这本《肖傲江湖》 我觉得《肖傲江湖》他是在这么多金庸小说里面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 他在情节上是最流畅的 然后他在人物刻画方面也是很丰满 即使是以这一个可读性来说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作品 我想这个就是《肖傲江湖》的独特之初 最后 也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话 希望你立刻就去订阅 然后如果觉得我们影片还不错 然后就把它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观看 如果对我们有任何的建议 或者是意见的话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